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呢 这一次也让我们比较欣慰的就是我们民间的不管是挺和或是反和打笔战或是拍影片影数据 政府的资讯相形之下显得就不够透明了 那么有太多的政治算计也只会激起民众的反弹 所以我们不禁要问就是说 我们只是要有一个很干净很纯粹很理性讨论的一个全民投票有这么难吗 好 欢迎您加入今天的讨论 那么首先在今天的顾问团呢 先问您介绍由国民党立委纪国栋 大家好 以及我们的资深评论员周玉寇 大家好 还有时事评论员康仁俊 大家好 环球课大副教授翁崇敬 大家好 好 那事实上呢 我们在讨论之前呢 我们先带您来看看 其实事实上最近在这个 不管是很多社群网站啦 或者是民间您所看到 甚至很多餐厅都会发现说 这个反和声浪是一波波 那我们也看到了在民间的这个反和动员是发挥创意 那么包括了有一位妈妈就上传她哺乳的照片 她的诉求就是我是人母 我反和 她呼吁婆婆妈妈一起站出来 而另外我们看到也有新人拍婚纱照的时候 高举反和起 反和部队大集结 呼吁全民站出来 不要再冷漠 环保团体制作反和纪录片 持续为反和游行升完 当初因为想要了解反和的历史 而来到共聊 当我每天听着老人家 讲着过去的故事 引发话题的还有一位新手妈妈 亲自为心爱的宝宝哺乳 标题写着 我是人母 我反和 要孩子 不要盒子 希望自为自己的下一代 不分年龄族群统统站出来 短短时间已经有将近四百位网友分享 还有这位新人 新郎与新娘 站在洁白樱花前守着标语 诉求台湾不要再有下一个福导 退和家园 反和无知 反和牵动蓝绿角力站 民间党部只由党主席 坐镇党团大会选择正面迎战 冲高公投投票率 公党也宣示核四公投 完整的 主文慢慢地会弹出来嘛 弹出来以后再看看找哪一位来提案 国民党三月中下旬就要把核四公投提案送交立法院 最快八月公投 正反力量抗衡 公投动员能量考验台湾公民智慧 中文新闻 女士仁秋春 SM小组采访报道 好 核四议题纠结了三十年依旧难解 那么有人这么说 这就是蓝绿恶斗种下的因 所以现在我们要尝到苦果 那么到目前来讲呢 不管这个是蓝绿之间要面临这个 核四存废的关头啊 事实上这也可以说是历史共业 那么要共同承担的 我们在这边呢 首先就先问您整理说 光是这个核四就历经了四位总统 还有十六任的隔魁 从1980年通过兴建核四案之后呢 在蒋经国时代是暂缓兴建的 好 一直到了这个李登辉时代呢 是解动了核四预算案 那么核四厂正式动工 好 到陈水扁时代的时候呢 先是停建宣宣闹闹 吵吵闹闹一百天之后又复建 那么事实上呢 这段时间也当造成台湾社会的内耗 好 一直到了马英九时代了 好 在江义化呢 投出了一个震撼弹 也就是呢 好嘛 用公民投票 让核四公投呢 付诸于全民来检验 好 所以一开始呢 我们想先请问各位来宾 就是说这个核四公投演变到至今 事实上我们一再强调 其实核案是专业问题 并不是政治问题 也不是以用政治的手段来面对来操作 可是到现在来看到 就是说这个蓝绿之间 似乎都在公星际各有盘算 那么盘算是什么呢 纪委员 这个我也反核 那问题是大家都反核 问题是现在我们的核一核核三 还在运作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有一点点 自我矛盾 那反核没有问题 问题是核四要不要做 那今天把这个公投一体抛出来 其实是外面的一种声音 我们的江义化院长指示 很自然的承接这种一个建议 说好 我接受这样一个反核公投 那当然前阵子有人讲说 你为什么要为了这个事情来下台 我觉得他要 当然他可以不用为了这个 就是说万一啊 万一说 停建的话他要下台 其实他可以不用因为这样 假设停建下台 不过其实他要下台 我觉得我们应该给支持 为什么 因为啊 这个核四整个新建过程 有一共历经的十几个行政院长 各位想一想 这个核四花了那么多钱 停了又建 建了又停 那停了现在又要建 建了现在又要停 这个损失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小 不能用现在想说 我们花到现在只有三千亿 上市光是一只停建 就损失一千多亿 所以这个是整个 我们会牵涉到 整个不只是说我们的经济 这个电费啊 或是所有这个供电 限电问题 我觉得这个范围 它的影响面太大 所以江院长他很 阿沙利讲说假设这个停建的话 通过我就下台 其实表示一个不只是负责 重点就是说 其实他暗示告诉大家 万一停建 这个烂摊子 他是没有办法收拾的 我不愿意为了 十几个行政院长所做的事情 到我这个时候 我继续要收这个烂摊子 坦白讲 他要传达这样的信息 第二个 他也接个机会 告诉所有的台电 或是相关的这些工作人员 行政团队 你们要把你的皮绷紧一点 连我都要下台了 停了 当然你们下台 为什么 搞了这么久 几十年的核电 搞到最后还是以停建收场 所以这个其实非常严肃问题 那当然民党 他习惯性 每个事情都用政治操作 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我觉得这个 就像 好像把它当成马政府的一个 所谓新任投票 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其实 我们江委长可以讲说 如果停建 我要下台 可是 民进党 他如果把这个当成政治操作的话 已经失去反核的意义了 所以其实连反核人士都不愿意说 跟政治挂钩啊 所以他第一时间提出来说 是不是跟明年跟我们的那个 武都绑在一起 绑大选 马上被 反核人士讲说 你这个打个派去 所以基本上 我不管你是永和反核 我觉得政治力介入太多 都是不好的 不过 我是很澄清中心的希望 大家把所有的资讯了解清楚 也希望我们台电公司提供最透明 而且最完整的资料 让全民来检视 你到底要不要继续来盖这个核四 我也没有特定立场哦 只是我们现在站在执政立场 因为现在执政党是成级 这十几年来所兴建这个核四的工程 只是一个行政的延续性 并不是说我非做不可 如果哪一天我们全民认为说 好吧 我们愿意承受所有的损失 不管未来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所有的发电 我们所有的这个这个这个情况 我们台湾的生活怎么样 我都可以承受这样一个打击的话 那全民决定全民来接受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议题 其实也不太需要来继续变下去了 既然现在走向公投这条路 那就公投 那到最后的结果 让全民来接 来来来来 来我们来 我们来接受 而且呢 让全民不管怎么样 来做决定 来做当下做主 对可是此时此刻 对全民来说 比较失望的 就觉得说我们的政府也好 反正就是朝野都一样了 就是大家都还是在玩文字游戏 大家都还是在这个 比如说技术层面上面做文章嘛 那所以Coco姐你怎么看呢 事实上明明摆明了 就是蓝绿各有算计啊 其实这个国民党本来提的是 公投的这个停建与否嘛 那停建的话 那你要过门槛的话 要按照现行的法律 要915万的这个选民的投票 如果有这么高的投票率的话 那应该它就很容易过 那所以可是后来发展成为民进党 然后到昨天为止 他们说要变成一个马政府的不信任投票 那我觉得前面一开始的时候 我并不想说这个江一花院长有任何的政治算计 但是我认为民进党是掉进了这个国民党的政治推算 因为这个江一花宣布说 他这个核四停建的这个公投 如果通过之后 他就一定这个要辞去他的院长的职务 那他做这个宣布之后呢 民进党很快就吃到了这个糖衣毒药 那就是他认为说啊 这个就是一个不信任的投票案 这个因为这样子 那这个江一花就要下台了如何如何 马英九就会如何 可是公投案如果操作成为一个政治性的信任 与否的一个案子 那你就会变成蓝绿对决 就会变成蓝银的选民 他会把跟支持民进党画上等号 而让反核的或者说对核四有疑虑的人 他们所提出来的他们的见解 没有办法得到公平的这个裁定 那也让这个民进党跟这个国民党 或者说蓝绿的支持者变成了另外一次 政治性的这种啊 这个被操作的棋子 所以我认为民进党 其实他在算盘上面 即使他认为江一花提出公投啦 或者是自己公投案这个停建过了 他要辞职这些东西 他都认为有一个第一个这种政治算计 那他没有回过头来再用比较比较曲折的方法来思索 那如果说民进党用比较专业的方式来进行这一次 他做对核四公投这件事情的态度的话 我不认为他的成功度会低的 因为基本上现在社会上面的民调 那这个有一家这个民调公司出来的是 将近六成的民众是 这个要肯定要接受这个核四庭建的 也就是说六成的民众都有这样的看法的话 其实在未来的辩论如果能够非常理性 家喻感性 然后再加上游行 再加上各种不同的族群之间的耳语的操作等等 庭建这个东西是比较容易推动的 因为有核能发电上的恐惧感 恐惧一定是比较容易散播的 那所以我不太清楚 我觉得这个事情被民进党搞得一团乱 你知道吗 这个民进党如果他一开始不要那么样的政治摄入的话 这个案子到到这个最后会是一个 还蛮让我们台湾人 对于所谓公民投票这件事情 觉得骄傲的一件事 但是我这样讲可能太早了 我觉得如果民进党执意要推 这个案子就是 国民党或是马政府 江内阁的一个不信任投票案 然后这个立法院他有多数 他可以掌控题目就是庭建与否的话 那你要达到投票的门槛真的很困难 因为很多国民党的支持者 他不是支持国民党 他是不相信这个民进党更严重 当他不相信民进党的时候 你把他当成不信任投票的话 那你要过门槛多困难呢 所以这是民进党自己 强害这一次的公民投票的一个可能性 跟这一次公民投票的干净性啊 他们的政治思维实在是令人无法理解 为什么可可姐姐点出一个重点啊 很多人看到事情演变到现在 就会觉得说民进党怎么啦 就说至少反核一向是民进党的神主牌嘛 对不对三十年来都是 可是这一次好像似乎有一点作惊见肘耶 也就是说反而先被国民党先发制人了 如果你说你要讲个战略战术来讲好了 就说民进党怎么了 然后也是到了现在最后关头 这个时候才说要拟定作战策略什么的 就是就任俊你看看 就说这次民进党是他们在整个 整个是太轻敌了吗还是 不是我倒觉得就是说 如果就讲这个行政院推出公投 是一个政治算计 我其实认为他一定是经过推算 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因为事实上从核四这整个案子 我想我们在立法院常常跟国动委员 他们在接触 你会发现到在这个事情上面的资讯 不够被透明公开 是很多人在这一个议题上面 为什么会愿意去投入关注的 一个很重要的焦点 我们家很多人把反核跟反核四 这件事情其实画上等号 其实就我所认识的很多人 他其实是不愿意 这个一个不安全的核四运转 但是你问他对于核能未来的发展 他其实或许 这其实是两件事 这是他有抱持不同的想法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 民进党在这一次的 这个整个的运作上面 会让人家会觉得说 不太清楚你到底想要什么 事实上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以非核家园的部分来讲 其实国民党跟民进党都在这个部分 都喊出了口号 甚至民进党蔡英文在选举的时候 甚至喊出一个2025的 实质的一个年程 但问题是现在回来看的问题 就是说即使我今天不要核能 我未来能够怎么办 那这个部分其实蓝绿双方 我想都一直没有给大家一个答案 福岛核灾是一个引爆点 就是让大家更去关心 这一个核四的问题 那我个人比较认为说 民进党在这个部分上面的操作 确实让我会觉得似乎在政治算计上面 会比较多的原因是因为 你会看到民进党 其实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对很多的社会的运动上面 他不断的会想要去跟 这个所谓的政治面做画上等号 比如说火大游行的时候 他就用一个罢免 用罢免啊或者是什么 那在之前还有倒戈 你看像这一次核四的运作也是一样 那蔡英文之前又提出了一个倒戈 可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去观察 这些民间的反而团体 他不太愿意会去跟所谓的政治的一种联想去画上等号 甚至像今天又有传出来讲说 要把他升格为成为一个不信任爱 你知道其实我倒觉得民进党 如果真的去做这种政治操作的话 其实在对核四这个议题上 你会做到一个叫做反动员的效果 为什么 因为我今天对核能或核四 或许我有我的立场 可是我是不是能够乐见他 到他升高到这样子政治对立的角色 甚至我在核四议题上面 我或许有我的定见 但不代表我对任何事情都是否定的 那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民进党 在这个事件上面的操作 确实会让人家觉得他多头马车在走 但是我们找不到一个定见 所以今天早上苏贞昌 他到立法院去党团去开了会 然后最后开了 anyway 用了很久之后出来定调 就说好我们要全面应战 然后也就是说好 那我就是接受这个球 事实上如果就核四这个议题来讲 没有错民进党或许把非核家园 这件事情是列为他的这个神主牌之一 可是在这个事情上 你会发现民间对核四议题的讨论的能量 是大过于民进党长期以来 在这个部分说讨论的能量 民进党如果你真的想用政治操作 其实你大概看这段时间 如果我们如果从这个民调上面来看 因为其实有台有在做民调嘛 你会发现到在这个部分 其实行政院长就将一话他反而是得分的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最少是愿意处理的 可是我相信如果有人去针对这个民调 你其实可以去做做看 大家对民进党的观感会是什么 我认为在核四的议题上面 因为他真的牵扯的太过于庞大 他今天真的不是短视经历说 我今天就是不要核能 不要核能那没有关系 你今天把后面的资讯公开来 我想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我相信之前马总统 跟国民党籍立委在座谈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委员工会讲说 其实马总统或许得到的资讯 并不是非常的完整 所以才会之前有马总统定调说 好我就是核四要续建 结果后来跟委员们做了两次的座谈之后 我听委员工会讲说 马总统听到一堆问题 他眉头都皱了 为什么他从来不知道有这么多的问题 我比较关心的是 透过这一次核四的议题讨论 我们社会大众到底对于核四 或者是核能 我们能够理解多少 而不是只在于他很单纯的见或不见 这一点我倒比较欣赏 就是行政院他最近最少在态度上面会不会说 我们把相对的资讯通通都揭露出来 让民众去做一个选择 而不要只局限在说要见或者是不见 这种那么狭隘的议题上面 我们看到这个行政院确实有些拿出态度来了 那你也可以说将了民进党一军 那只知道我老师就说来不来得及 现在这个时候就是民进党他们说 他们要改就是动员公投 那就是可以顺利的跟这个民间的反核力量接轨接上吗 民进党在这半年里面已经不止一次 在我们这个节目被批评成非常的没有创意 那这次是再一次的证明他们非常缺乏创意 因为政治是需要很多创意的 因为尤其是那你一定议题的时候 那特别是在苏世昌领导的情况之下呢 他们老是想用旧的模型来和新的政局结合发展 结果总是不成功 那这次又是一个弄巧成拙的局面 相对来说当然将于画在这个国际政治冲突上面的专业 以及他相对来说在政坛参与来说他是比较年轻 比较少受到很多政治苛救的束缚的 所以他在提出新的议题或者是政治招数在对拆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确是比较有创意 那现在刚才主持人问了一个问题 其实重点就是说他们各自的算计是什么 这才是重点就是说到底你打的是什么算盘 那民进党的算盘就是很容易被看穿的算盘 就是这个算盘就是说我就是很想执政了 那赶快告诉大家说国民党很烂 这个算盘太浅了 那这个会惹起国人讨厌 就是说如果你只是想让人家知道国民党很烂 很稠借于这个议题的话 那我对不起我不想帮你加分 也许我本来是反核的 但我就很讨厌帮你加分 所以这样呢就会像刚才扣解 或者是仁静所说的 人家很可能因此就说那我干脆不出来头 我就不表达我的意见 好这是一个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那国民党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 这才是真的比较值得令人深思的 我相信已将一化的这个了解 还有他对问题的把握 他当然知道核四有这么这么多的问题 因为有人曾经列举过 核四所有的问题有多少个 超过一千多个嘛 好像超过一千三百个问题 好那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说 如果核四不继续续建 他就不做了 我觉得这才是有深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整个国民党 特别我们要说党中央 现在党中央 马英九先生他已经知道以后 他在想什么 那这边签出了另外一个 我们都知道这一年多来 油核电中油核台电 评出问题 最后到今天报纸直接 朱立文就说已经失去大家的信心了 好如果连他都已经说了 那这件事我们不需要再多罪言 那这算本来答什么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一直要求说 把问题说清楚 然后甚至已经 有人到政论节目去说 哎呀蓝绿两边 在中友和台电 都各自安插装脚 所以呢互相接不清楚了 这话都已经出来了 那马英九的意思是什么 是要借着这个过程 把它接得更清楚吗 我其实问这些问题 都不是我不知道 而是我刻意用问题 问来宾 问观众 让他听清楚 最后一个我提醒一下 我如果没有记错 大家也应该都还记得 蔡明忠夫妇其实和马英九 是一直是友好的 所以我不认为蔡佳 或者是陈海玲小姐会刻意 对了马英九政府 或者是马英九所提名的 这样一个有情形形象的内阁 去对着干 好那为什么在这里 这个时候大张旗鼓 是不是有另外的想法和安排 除了爱护我们家园 这点不容质疑以外 是不是有别的想法 在这整个局里面 所以我认为整个来说 国民党在这里面的策略的深度 更令人玩味和复杂 我崇敬这个想要力很丰富 但我解释啊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陈海玲他们 可能有点唱和的感觉 是不是跟马英九的 这个内在的思维会有唱和 我觉得如果真要 把这个角度拿出来的话 那就把这个事情太复杂化 我个人其实对于这个 核四能否停建于否 我自己还去看了一些资料 因为我们工作的关系 那其实看过林中瑶教授的核四论 他才五千字 不难懂 看过的人恐怕大部分人 都会去质疑前任的经济部长 前任的行政院的院长 或是前任的台电的高层 你们看了林中瑶的一百年呢 他现在是一百零二年 一百年所提出来的 这五千字的报告之后 你竟然无动于衷 还提一个建议给这个总统 要追加预算 这些人不仅应该下台 而且他应该被监察院继续弹劾 那为什么最近有什么 妈妈联盟这些东西 是因为他们都看了 这么深入浅出的一个东西 所以他才会有一些运动 可是这些运动的背后 是林中瑶的下一步是说 这些问题改善了之后 核能发电 或者是核四的发电 就是安全的 那我 我觉得这个 我们的政治 企业家的夫人也好 或者他们占有媒体的优势 想要推动一个运动 那是他的事 可是你不能口是心非 那你不能说 我是提出核安的监督 而你的目的是反核 我至少现在看到 某些的这个联盟的 或者说妈妈的这些人 其实他们是用这个态度来讲的 这个是口是心非的 那你也不能够把它政治上纲化 因为政治上纲化的是这些民间人士 那这些民间人士的政治上纲化 也是不公平的 更别讲 我们台湾有一些产业界人士 他们的用电量是比较高的 那有一些产业是没有用电的 比方金融业 那你个人是一个利害关系人 就是说那个金融集团 当你的家族有金融集团的时候 你要切割那是骗人的 换句话讲 他自己的角色其实是值得质疑的 那更别讲说 现在很多的艺人 大家站上去 随便在这太简单 要反很容易啊 什么鲁 鲁鲁鲁就已经是要反核了 反核这么简单吗 那将来总有人啊 我可以那个穿个三点 然后放到反核的什么都有 有那么廉价吗 对于和安的这个评断跟理解 是这么便宜的一件事吗 是这么容易放一张漂亮的脸 就可以去上船吗 我觉得艺人们 或者说任何这个有知名度的人士 你要有意见的时候 在这个时刻 请你谨慎为之 不管你是拥和或是反核 因为这是要人命的事 这是国家大事 你问我 我没有这个能力 我没有这个胆量 表现出自己的看法 那至于政府 他现在唯一的选择 在今天台湾这个情况之下 就是公民投票 那嘉宇华为什么敢 刚才纪委员说 嘉宇华可能觉得我不要做 因为这是个烂摊子 如果他是这样想的话 他是很不负责任的一个想法 而且很没有学者 很务实的想法 但是就太投机的想法 我希望他不是如此 那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今天朱立伦 他接受了各报的访问 同时都有 他讲到的观点 其实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未来嘉宇华内阁 要解决的是台电 跟原能会的信任危机 好没有错 这次的公投真的很不一样 邦斯科刚扣姐提到了 对今天看到三大报 这个都专访了新媒市长 朱立伦她说了些什么呢 我们如何解读 马上回来